韩国瑜 他已经公开说过 他要做这个统估了 就是蓝白河的统估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 韩国瑜现在的身份 只是一个点亮基金会的董事长 他如何去做这个统估 如何去跟柯文哲谈 我想请问 大家都知道明天金普冲 黄建廷和黄珊珊要会谈谈判了 但是请注意 无论是黄珊珊还是金普冲 还是黄建廷 他们的身份只是幕僚 只是幕僚 只能是谈内容 没有任何拍板或者签字 决定的传例 而这个权力在哪里 侯友宜都没有这个权力 只有朱立伦或者副主席 有这个权力 我们说任何一场谈判 无论是我们平常做生意也好 还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也好 大家看着各种各样的会谈 这个层级高 大家觉得越有希望出现成果 为什么 因为层级越高的人 他就有这个决定权 他可以当场拍板 这样子这个谈判就可以非常方便 要不然像金普冲 黄建廷他们谈好了一点 是吧 然后还要拿着这些条款 回来给朱立伦看 确定 同意 签字 黄山山当然也要拿给柯文哲 再来谈 这条可以 这条可以 是吧 然后这条我们还要谈 或怎么样 这样子 这个时间就拖的很久 就浪费时间 而且有时候大家要知道 谈判这个过程 有时候真的有些机会 或者说蓝白河的曙光 有时候真的是一闪而过的 有时候就是在人的一念之间的 需要两边都能说得上话的人 触景 或者叫桶估 把这个桶给一块块板 把它估进来 所以作为国民党这边 需要一个高阶的身份的人 出面来做最后的定案拍板 而韩国瑜跟柯文哲是有交情的 金普中和黄山山他们谈的差不多了 就韩国瑜这个桶枯就可以出场 他出场的时候 他的身份是什么 点亮基金会董事长吗 说不过去吧 名不正言不顺的 这是党与党的 一个谈判 合作谈判 必须是党职的 那只能什么 那就是 副主席啊 副主席是朱立伦 或者国民党中央直接可以通过的 其他的 什么中常委 还要开各种各样的大会 来讨论 还要投票或者怎么样 那个程序会烦死人的 根本就不现实 只有这个副主席的职位 最方便任命的 而且 出来代表国民党做这个统估也是名正言顺的 而且也是可以有这个最后一锤定案的这个权力的 所以当然是副主席这个职位最好啊 但你说啊 很多人为韩国人民不平 韩国瑜应该做主席啊 对啊 我也想做主席 但是你们知道 韩国民党这个主席啊 不是说朱立伦不愿意退啊 现在就算朱立伦啊 想要把这个主席拱 让给韩国瑜 那也要国民党内要投票吧 是吧 要办一场选举吧 不可能的吧 再来 韩国瑜 就是不分区第一名 不分区第一名 只是一个候选人啊 不能够代表国民党来跟柯文哲这个民众党来谈判的 没有这个拍板决定的权利党 只有国民党副主席 才能够代表国民党来跟民众党主席来对谈 这样相对来说 位阶还是对等的 而且韩国瑜跟柯文哲啊 这样握手表示蓝白和比起朱立伦啊 跟柯文哲握手 更加让人看着舒服啊 所以韩国瑜做这个副主席很恰当啊 有什么不行的 做副主席了 不能做不分区第一名吗 当然可以啊 谁说不行呢 很多人把这个副主席就直接联想到这是仇佣吗 先说韩国瑜吧 根本就不限这个副主席 再说朱立伦 他会傻到 拿一个副主席来仇佣吗 他有这么傻吗 他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这个副主席的含金量有多少吗 或者说在 支持者基层看来这个副主席有什么含金量吗 大家心里都清楚啊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仇佣的职位啊 这是一个方便韩国瑜做统估最好的职位 不支持者基层看来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